我以前都不聽老師的話 我自己現在當老師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我真的是以前抽屁的 我覺得LSC更代表一種 很單純的學校對抗 就是因為社會大眾沒有那麼了解 電競台在幹嘛 他不是只有選手 也不是只有教練 也不是只有後勤 LSC比較像是 把他們整個學校對於這塊遊戲的體系 給建立出來 因為這些選手 無非就是可能16到24歲 反應跟學習力是最高的 老實說學生就這三年 你可以完全沒有顧慮的 去投入一個你很喜歡的遊戲 你前面沒有把握住 你到後面一定被淘汰掉 我會覺得LSC的出現 是提供了 上面來到早上的時候 他是有機會看到的 那下面也會有一個目標 是我只要打到這個地方 我有機會被上面燃銷 我覺得這是一個橋樑的概念